Hello 各位Gadget Gang的觀眾 大家好 今集的科技新知時間 有我Cheryl 還有我表摩尼 為大家報導最新科技資訊 開始之前 要和大家說說 今個星期科技界的最大事 就是我們達成了10萬訂閱 多謝大家一直的支持 而之前說過的10萬訂閱送大禮活動 亦即將有詳細公佈 大家記得留意 10萬訂閱之後 當然我們會想要20萬 30萬甚至40萬做目標 這時候就要教大家 記得繼續Like、Comment和Share Gadget Gang的影片 如果你未訂閱的話 就要快點訂閱 按下鐘仔 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當然 還要追蹤Facebook和IG 喂 對呀 又是iPhone 15的消息 相信一直在新iPhone推出之前 消息都不會停 而最新是說有疑似iPhone 15的USB-C晶片流出 似乎印證了iPhone 15就算有USB-C 都會有所限制 又或者會有專用配件的傳聞 今次流出的相片 聲稱是新iPhone 15 USB-C的相關零件 從中可見 零件上有一塊神秘晶片 據消息 這塊可能是Apple特別為USB-C而設的晶片 作用主要是加密傳送資料 和限制充電量 和很久之前已經傳出話 就算iPhone 15吋用USB-C都好 都只可以用Apple自家 或者MFI配件的傳聞不謀而合 雖然有人就說Apple這樣做 可能是和要限制它的歐盟玩東西 甚至說蘋果小器 但蘋果產品一向都相對安全穩定 都是因為自家封閉的系統 對Apple粉絲來說未必是壞事 唯一是可能又要花錢買線買新配件 我都知道這些iPhone傳聞說都有點悶 所以說多一件驚險的事給大家知道 夏威夷無醫島大火災情厭重 有人就很幸運地靠著iPhone而被救 有消息就為有一家午口在大火中被困車內 電話收不到任何訊號 幸好他們用的iPhone14是有衛星SOS功能 令到他們可以和救援人員通訊和定位 其實iPhone的衛星SOS 救人都救過不少 比較可惜的是香港還未用到 就算潮流的東西只懂得鐵 但Bate這個日本類元素經典 就算未買過、穿過都一定見過 而最近它就在華碩做了一個特別聯繩 推出Bate 迎來第一部電腦 看看它有多潮 就算了 今次推出的Bate限定版 是華碩的VivoBook S15 OLED限定版手提電腦機身 採用迷彩黑和迷彩銀色設計 分別以綠色迷彩和藍色迷彩為主題 附送一系列華碩 VivoBook Crossover Babe 獨立配件 包括Baby Miro 公仔 無線Mouse 電腦袋和貼紙等 VivoBook S15 OLED Babe 綠色限定版 由即日起到8月24日 在華碩網店和指定分銷箱優先預訂 預訂更加會送特別版Mouse墊和清潔布 限量150套 而藍色迷彩限定版 就由豐宅獨家優先發售到9月30日 其實這部這麼有型的新電腦 阿聰就已經拿來第一時間開箱了 接下來就很快有得看 大家記得留意 PS5今年1月公佈大貨到了 買家不再需要抽籤購買了 最近他們更推出8月限時優惠 由8月18日至8月31日 在香港PS授權經銷商 可以優惠價3,990元 購買原價4,380元的光碟版PlayStation 5主機 續續減了390元 Final Fantasy 16 God of War Ragnarok 和雙手制套裝 都減了390元 以4,490元出售 有興趣買PS5的玩家都應該已經買了 不過今次限時優惠 可以說是PS5官方推出 接近3年以來第一次減價 如果大家都還在考慮 可能今次都是一個入手的好機會 另外最近就更加有疑似 PS5 Slim的實物影片流出 從流出的9秒影片 可以見到一部外形和PS5相似 但機身上半部明顯較薄的機體 而且前方亦都保留了光碟入口 只有兩個USB-C 不見PS5的8字電源線插口 相信這條流出片段 是PS5 Slim的可信度不是太高 大家又怎看呢? 越來越多廠商推出PC手提遊戲機 最多人談論的有Steam Deck和ROG Alley 雷蛇的Razer Edge也是剛剛在台灣發售 Lenovo的Legion Go也近日流出了照片 圖片來自於Window Report網站 可以見到Legion Go外形和Steam Deck好似 有一個約8吋的螢幕 機身比較厚 右邊N-O-Log Stick 下面似乎有一個Touch Pad 左右兩邊的控制器 好像Switch一樣可以拆出來 機身背後有一個支架頂住機 既然按刺Switch 估計螢幕都是可觸控 據稱會採用AMD Phoenix處理器 就這樣看相片 覺得機好像都頗厚和重 實際要等官方有更多資料公佈才知清楚 一大班人拍完相片 通常都是Central Group 開心分享 但很多時候即時通訊軟件 Send File 相片其實都是壓縮過的 WhatsApp接下來會新增 HD相片和影片分享 那就不怕Send出Group的相片不夠清 這個功能預計會在8月推出 珠克伯格在IG就率先示範了怎樣用 日後當大家在WhatsApp Send相片和片的時候 上方會有一個HD標誌 按個按鈕就可以選用高解像導傳檔 影片示範見到HD版解像度是2000x3000 相信都不是原相沒有壓縮 但解像度就會比過往標準版提升 而HD影片解像度會是720p 原本就只有480p 大家都要看一看大家 WhatsApp收到的相片和片都會佔用電話的容量 相片太大的話 可能都會用到幾多位置 有這個新功能都不要濫用 Call of Duty每年都會推出新作 今年已經來到第20周年 將會推出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3 近日終於發佈了揭露遊戲畫面的影片了 《Modern Warfare 3》是去年《Modern Warfare 2》的續集 故事方面會說日四日部隊 會與極端民族主義馬卡洛夫 來一場終極對決 會有戰役任務和開放戰鬥任務 《多人遊玩模式》會有2009年初代 《Modern Warfare 2》的16張地圖重新製作 而《Season Pass》會再推出12張全新綠綠綠地圖 官方就說這一集會有史上最多的大型 《多人遊戲地圖》來慶祝20周年 《Sons》模式還會有史上最大的地圖 還會是Open World 遊戲會在11月10日推出 平台包括PC、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X和S 現在已經可以預購了 大家怎樣看創作者用AI工具呢? 最近香港和日本都有插畫師被人質疑用AI畫圖 當中摩見美神的畫師 《生存留意》公開了作畫流程 但仍然有不少質疑的聲音 《生存留意》近日發表的同仁志 因為畫風大改 已被網民懷疑是AI作畫 其後他在X公開作畫流程 影片看到不同的圖層 但仍然有網民指圖層證明不到甚麼 亦都有人指出不足有不自然的地方 另外香港手作文化動漫製的海報 因為畫中有多個不自然的地方 亦都被人指是用AI作畫 其實我覺得以上的事件都幾值得討論 首先畫師用AI作畫有沒有問題 又或者用多少才叫做有問題呢? 有網民就說可以用AI的 但要講明 如果畫師真的沒有用AI又要怎樣證明呢? 是不是每幅畫都要拍下過程呢? 會不會用縮時影片都可能被人說用AI造假呢? 隨著AI越來越普及都應該會有越來越多類似的爭議發生 Samsung新接機推出之後 宣傳一浪接一浪 有欠功力銷售之餘 最新仲同咖啡店Crossover 有期間限定飲品食物之外 還有咖啡菜 期間限定Fleetside Cafe 整間鋪報紙得相當美 以薄荷綠、奶色白、淡藤紙和冰川藍等新機顏色做主題 店內當然也會有新機任你試玩 還有自拍打卡 另外為了配合新機美食 限定店也特製了好美的薄荷荔枝魚酸梳打 和香芋巴士黑芝士蛋糕 一錄一指 只看都覺得很清新 推廣期間 大家只需要在現場提供C-flip file 在Fleetside拍畫板打卡場拍照和自拍 放在IG 下幾個Tag 就可以免費獲陣限定掛耳式咖啡 每日限量100份 廣東道的期間限定店 就會開到9月4日 之後在西螢盤、將軍澳、黃埔 都會在不同日子變身成Fleetside Cafe 走過不妨喝杯咖啡打卡 8月25至28日 就是一連一度的香港電腦通訊節2023 相信不少觀眾都會去現場 看看有沒有便宜的好東西賣 而今年的入場費就是35元 不過我們Gadget Gang 作為大會的Media Partner之一 當然會有入場券派給我們觀眾 我們就暫定會在開幕日 8月25日中午12點到下午2點 在灣仔天橋上派票給大家 詳情記得留意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和IG 最後再和大家看看 今個星期我們Gadget Gang有甚麼好東西看 首先Vanson和Cheryl嚴選三大降溫Gadget 在32度氣溫實試新款的包招線 冰錦頸香和磚帶式掛頸冷氣 Qualify 3 分析哪款最涼最降溫 還有G-SUM推介 Gadget Gang成員會各自說下 今個月買了甚麼Gadget 有哪些好東西推介給大家 還有Winky姐的網購賺錢提示 阿聰前排去了韓國直擊Samsung新機發布 原來她還去Samsung總部 還會公開這次出Trip的行程 聽聞她每餐都吃米芝蓮麗餐廳 好葡萄啊 Gadget Gang的節目是否有很多東西看呢 大家記得多點Like和Comment 最緊要是Share給親戚朋友 鹽媽夫姐大家一起去 好今集科技新G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Precise 哎呀哎呀 亂了 今天這麼多英文 Yeah Yeah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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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